凤梨热潮持续延烧 但我们要称的可不只是凤梨 而是台湾 因为对岸透过养、套、杀、气的方式 影响的是整个台湾 养 为给你有利可图的愿景 像是提供广大的中国市场 套 当你习惯这样的有利可图 你就被套牢了 无法脱身 杀 如果你的产业已经离不开中国市场 这时候你就像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而利用完了就丢到一旁咯 就像这次一样 这样的手法可不仅限于台湾的农产品 而是遍及全台产业 举其中一个例子 饭店旅馆 先给饭店安排大量路客 让你习惯不需经营也能门房的利多 这样也必然压缩到其他台湾与国际住客 渐渐的房客也只剩下大路客 等他们觉得实际成熟就收回安排的路客 当饭店的生意已落千丈 经营困难之际 中共便透过关系企业的名目 收购经营权 看 中资背景的饭店有多了一家 而这也只是中共侵蚀台湾的 一山一角 它一直有目的地在执行这些手段 侵蚀各个领域以及各种产业 唯有更多的人看清它的手段 台湾才可能越来越安全 大纪元时报21年来长期揭露中共渗透 精辟分析两岸局势 并且提供多元观点 让读者能看清全局 遍布三数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21个愚众 也让大纪元能提供更丰富且准确的国际新闻 掌握世界局势 订阅大纪元 不只称凤梨 但是挺台湾 即日起 凡订阅大纪元时报一年 送外销等级金钻凤梨一箱 我们一起看爆吃凤梨 让中共手段失灵